這是劃時代的一步 就是石油 你可以用人民幣石油 然後這個突破口 再加上人民幣變成IMF的 一籃子貨幣裡面的一個 所以中國大陸在金融戰上面 開始挑戰美元的地位 川普何許人也 他當然要三支劍打中國大陸 第一個劍 軍事 第二個是政治 第三個是經濟 經濟就是發動貿易戰 3月22日他簽署 中國經濟侵略備忘錄 中國經濟侵略 如果我是老美 我看到這樣的字眼 我都覺得 打中國好啊 對中國的進口商 徵收600億美元的關稅 這全面性對很多很多 比如說高性能醫療器械 生物醫藥 新材料 工業機器人 新一代信息技術 新能量汽車 航空產品 高鐵設備 總共600億美元 那3月23日大陸駐美國的大使 崔天凱 他說 如果你美國 你真的執意要玩到底 那我們就奉陪啊 中美合作潛力巨大 前景看好 但關鍵是雙方要採取合作 跟建設性的方法 那大陸回擊啊 說你要玩 那我就來玩啊 他還沒有玩喔 波音的飛機啊 大豆高梁 這個真正大宗 打到美國川普的 共和黨的一些重要的產品 他還沒開始玩喔 他先從新鮮水果 堅果 甘果 葡萄酒 花旗生 這些東西開始玩起 你要來 我就陪你玩 怎麼樣 那美國還怎麼樣呢 美國還跟WTO去告狀 跟WTO告狀說 你中國大陸 這樣子 那樣子 他要找的所有的 所有的藉口 都可以找出來 但我只問一件事情 一支iPhone 蘋果 他賺151美金 然後呢 鴻海代工只賺4美金 到底中國大陸是真的佔美國的便宜 還是美國在佔其他國家的便宜有話 其實我們看中美貿易大戰 那我比較關切的是 中美貿易大戰下東北亞的經濟情勢的變遷 你尤其是臺灣 會不會在這一波受到內傷 甚至於重傷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我們現在來看中美貿易大戰 我們主要是看它的項目 你看美國對大陸的所謂的附加關稅的領域 基本上都是21世紀的科技 但是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增加關稅 都是叫做什麼 消費者的 就是說這個是可以有 可以不 可以 沒有 我可以買你水果 我可以不買你水果 我中國大陸自己本身都有生產 OK 從這一點是中國大陸 已經給美國一個台階下 這個台階就是說我們要好好談 那我覺得第一步還好 我現在怕的是第二步 第二步的話 當美國的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像中國大陸像波音買的 三百三十一架飛機 第一 像中國大陸像美國買的這一些專利的時候 如果這個階段都在開打的話 非但對美國不利 況且也會連累到臺灣 所以我們今天看他中美貿易大戰 中美貿易大戰的結果是誰受害 那我相信中國大陸他的體質不錯 他能夠擋得住 那美國呢也可以適度施壓 但是倒楣的是誰 大家想想東北亞的經濟局勢的發展 一定會受到嚴重的傷害 而這個傷害最大的是臺灣 因為他對日本他對韓國沒有設限 美國對日本韓國沒設限 但是他對臺灣 臺灣不在豁免的名單裡面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看 我們大家不要高興 如果再這樣子下來的話 今年臺灣的經濟只會更慘 加更慘 我們來看看蔡英文總統他講什麼 我們臺灣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貿易國家 我們會持續和美國進行必要的協商以及溝通 確保我們的貿易利益不會被影響 也不會被傷害到 美中以及相關的各方要積極進行協商 避免貿易戰全面的爆發 我要請大家對臺灣的經濟的情勢要有信心 蔡英文說 我們對臺灣要有信心 他說臺灣是一個國家 我們的總統真的跟賴清德院長都說臺灣是一個國家 我不知道到哪裡去找臺灣這個國家 那韓國 美國已經正式把韓國當成是羽翼國 自己人所以這個沒有對付到韓國 可是臺灣有三分之一的出口會受創 事實上兩隻大象跳舞是誰遭殃 旁邊的兔子遭殃嘛 那哪一隻兔子離他最近你的遭殃的程度越高 那哪一隻兔子的那個就是他的身體健康越差 他的那個遭殃程度越高 事實上臺灣現在就是在所謂的這兩隻大象跳舞的過程當中 旁邊的兔子 但臺灣比其他的兔子更慘的是什麼 更慘的是其中一隻大象 他基本上別有居心 他現在表面上對臺灣祭出了很多很多 看起來什麼國防授權法 臺灣旅行法 什麼臺灣安全法 然後包括所謂的什麼 那個黃之翰來台 然後甚至最近又講什麼 包括什麼境外入關的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看起來好像是美國不斷對臺灣示好 但你自己仔細想想看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給臺灣面子而已 沒有一樣事情 臺灣從這些面子問題上 得到任何經濟上的好處的 可是我們的本到底是靠面子活 臺灣是靠面子活 還是今天是靠我們的貿易活的 我們今天是靠我們把產品賣出去活的 還是說今天你跟我講說 我蔡英文有一天我就可以光明正大訪問美國 很有面子 那臺灣今天就能夠多一筆所謂的貿易收入 我們的就業就會增加 不是嘛 所以美國對臺灣 其實就是不斷用面子掉你 那掉你的目的是什麼 就讓你站在最前面成為是對面這隻大象 中國大陸的彩的一個對象 那你就可以在後面怎麼樣去操控你這隻兔子 去挑弄這隻大象 並是把臺灣當作一個對抗所謂的中國大陸 拉近一個抗中圈的一個前沿的一個重要的籌碼 那這才是今天臺灣我覺得最嚴重的危機 川普用一個臺灣旅行法讓臺灣的獨派非常高興 臺灣沒有得到好處 臺灣旅行法跟臺灣老百姓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面子 有什麼狗屁面子 有什麼鬼面子 臺灣旅行法只是讓臺獨高興 陳菊訪美 美國亞太副駐卿黃志安訪台 然後一連串的這些事情 美國在臺協會前處長楊蘇利 他來幫獨派來罵大陸說 大陸對臺灣粗魯又具侵略性 經濟上雖然有發展 但政治沒有開放 這讓美國很失望 一直罵 然後蔡英文不承認就共事 讓大陸很不高興 這樣很好 所以我們美國要扶持臺灣 就是利用臺灣旅行法 把臺灣架在火爐上烤 讓你台獨高興 那又怎麼樣 那大陸立刻反制 大陸在3月23日 解放軍派出8架軍機 其中4架轟炸機 一架禽艘機 繞著向東海出發 飛越臺灣跟日本之間的宮古海峽 向太平洋方向 途穿第一島鏈 再尋原路直線折返 然後3月23日 美軍的導彈驅逐艦 馬斯廷號到大陸南海海域 駛入美濟礁12海里內 再挑釁吧 繼續 大陸空軍發言人 申進科說 前出島鏈 遠洋訓練跟 戰巡海南的空軍飛行員 牢記仗怎麼打 兵就怎麼練的 戰略要求 而我們的國防部發言人陳忠吉呢 注意他講話 他說對於中國的文攻武嚇 民眾不需隨之其武 國軍都有充分掌握跟應處 並沒有特殊狀況 請民眾安心 陳忠吉 你講話 我不放心 你講話你就要下台了 你稱呼大陸叫做對岸 是什麼意思 所以你是哪一國的軍隊 這種軍人 好 這個好啊 對啊 稱大陸為中國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陳忠吉好啊 免得你台灣老不信天天受下 害怕吧 反正睡一覺起來 結果就已經宣判了嘛 讓你不要處在 沉睡吧 台灣的老不信 這種機隊出去 大家都看到第一次解釋說 是針對南海問題 各位想一想 我們看軍人 看門道 人家的F 蘇凱30 蘇凱35 再配上轟6 再配上電戰機 這就是一個作戰的 一個完整的編組 他今天可以對南海的美軍 他可不可以對台灣 對不對 台灣其實 是有可能在這場 抗爭當中遭殃了 何況我剛剛已經講了 台灣這麼多的 這些貿易廠商 都跟中國大陸那邊 有設廠跟原料進口的關係 我們根本沒有 連豁免都沒有取得 那你又怎麼妄想 一旦兩岸發生武力衝突 你現在一直計畫說 要台灣獨立 然後造成武力衝突 美國會幫你出兵 他這肯定賣不到的 他只會把武器賣給你 讓你多花錢 他們有所謂的 但他不可能會把武器賣給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